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力 欢迎收看大力看电影 今天大力给大家一个男子回家后发现 村民们都对她必要远远之 还提醒她从胯下看一看妻子的故事 小麦生活在一个硝烟四起的年代 家里有位身孕性越大的妻子小娜 却不能陪在身边 必须等到战争结束后才能回家 同一战熬里 她跟四名同伴患难与共 彼此建立了深厚友谊 没过多久,敌军终于撤退 战后一起还下的小麦 邀请几位同伴一起到家中做客 回到家中,才知道妻子独自临产 生下一个可爱的大胖儿子 小麦高兴极了 急忙把小娜介绍给众人 并表示,明天要在家里拌满月酒招待各位 早上醒来 一伙人兴致冲冲来到菜市场采购食材 可是,莲珠问了几家卖菜的聪明 对方亲爱一看见他们就比而远之 不敢靠近 直到在一家酿酒的小店 卖酒的老婆婆一脸惊恐提醒小麦 要小心妻子 回家记得从胯下去看一看身边的人 几人刚想追问 老人就被儿子捂住嘴巴 拉进了屋里 晚上吃饭时 其中一人说道 在老家那边有一个说法 从胯下能看出此人是人是鬼 老婆婆可能是想告诉他们 小娜不是人 众人听完惊恐不已 第二天 另一位同伴在上楼取见时 正好撞起小娜在屋里做饭 就脱下身子从胯下看去 但是一切正常 什么都没看见 回过神来 不仅觉得有点好笑 怎么说也是125重点大学毕业 竟然信了昨天的鬼话 可当靠在院子里埋的一具尸体上 带着小娜同款的戒指时 又急忙跑去跟同伴说 小娜不是人 赶紧离开这里 走到一半 大伙觉得把小麦一人留下太不够意思 就决定回去找她 一看到人 来不及多想拉起来就走 可当看到她手上也带着同款戒指时 几人恍然大悟 她才是鬼 于是众人披下小麦 掉头去找小娜 准备带她离开 哪只小麦一直跟在身后 朝着他们的小船游了过来 不过体力不支在水里被呛了几下 同伴看她溺水的样子不可能是鬼 便开始疑惑起来 到底是谁呢 这时 戒指竟然从其中一人身上掉了下来 瞬间让所有人开始炸锅 慌乱中 一个小伙低头从自己胯下看去 只见小娜面色苍白 没有半点血色 原来早在小麦回家前 妻子就因为难缠离开人世 出于对丈夫的思念 死后一直留在这等她回来 至于从同伴身上掉下来的那枚戒指 不过是被她碰巧紧到的 真相大白 虽然知道了小娜的真实身份 小麦还是决定陪在她身边 不离不弃 从此 一人一鬼 继续着他们的幸福生活 故事结束 看到这里 大力想让大家来猜一猜 到底故事中除了小娜 还有谁可能跟她是一样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神回复 我会在看到后的第一时间回复哦 好了 今天的大力砍电影要跟大家say goodbye了 感谢各位收看 我们下期见